哈喽大家好我是詹緣老師 今天要來教大家一個非常特別的主題 就叫做古文運動 這個是你在高一階段的時候 一直一直一直會遇到的主題 那他有時候會變化成不同的方式呈現給你 他有的時候叫古文運動 有的時候叫做散文運動 有的時候又叫做古文散文流變 各種不同的樣式 但是你要知道 他們不變的其實都是一個東西 就叫做古文運動 那古文運動的流變 其實在我們歷年來的學測考題當中 我們會一直看到他 甚至他也是大考的時候的常客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好好認識一下 整個高中三年一直會不斷糾纏你的古文運動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為什麼以前在國高中的時候 以前在國中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到的東西 現在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居然變成了重點的考題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首先呢 這個古文運動 它其實是跟篇文有相關的喔 其實在我們國中階段 你已經有聽過篇文這個詞了 那我們先仔細看一下 這個篇文呢 它是流行於魏晉六朝 而篇這個字 你看到了什麼動物呢 沒錯 看到了一隻馬對不對 那它其實篇文的篇的意思啊 就是有兩隻馬並行 所以它的文章其實呢 就是呢很強調整齊化一 那魏晉六朝的流行的篇文啊 所以這篇文開始有點走歪了 一開始呢非常注重的 更是它的華美性 更是它的遲早性 所以在這個地方上啊 後來的篇文就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它們很漂亮沒有錯 它們很唯美沒有錯 但是它們同時 好像什麼都沒講到 就像是一個包裹著美麗美好堂衣的空洞 對 所以這就是篇文的致命傷 所以啊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呢 會觸發這個古文運動的一個流變 那再來也因為呢 大家看了這麼多的篇文 但是呢都沒有發現篇文到底要講什麼 好像告訴你一些人生意義 沒有告訴你一些做人道理沒有 所以啊到後面的這個篇文呢 被大家公認 有點遠離了實用教化 也因為遠離實用教化的關係 這個東西呢就開始有一點偏離 所謂的一個正道 所以啊後面才會有那麼多事情的發生 那到底是誰先提出了這個古文運動呢 要先跟大家介紹的這個人啊 他就叫做陳子昂 那陳子昂呢 我們會說他叫做古文運動的先驅 各位同學看到先驅只有兩個字 你可以說他就叫做炮灰 因為啊這個古文運動在先驅 陳子昂提出的時候 是沒有成功的 這也很合理啦 你自己想想看 當大家都很流行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突然殺出重圍 跟大家說一個你的新的理念 有人要聽嗎 沒有人要聽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古文運動 先驅總是悲創的 先驅總是難熬的 因為啊這個運動並沒有成功 嗯 那古文運動的這個先驅陳子昂 他到底提出了什麼呢 他就有強調說啊 不要用便利講求實用 就是直接針對什麼 直接針對呢 之前的平穩的一些問題想要進行改善 所以他其實沒有跟你提一些太大的道理 他就只有針對呢 他看到的平穩的問題進行的一個修正 而且呢 陳子昂其實有個很經典的作品啊 就叫做燈憂周台歌 好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憂憂 獨創然而替下 前面看不到人 後面看不到人 我看著老天 我就哭啦 欸有沒有發現很不便宜呢 對不對 好這就是他想追求的 就是我認真的來講一件東西 我認真的來講一個道理 講一個事物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陳子昂 那你看一下這個老師設計的精美的圖 你會發現啊 嚴格上來講 這個呢 成長的理念他其實就是怎麼樣 有文學 欸加一點儒道 然後再加一點教化 因為我們如果要講到道理的話呢 我們會知道啊 這個孔孟聖賢的言論深深的影響著我們 也影響了當世時的那個時代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有文學啊 還可是呢 我要參雜一些儒道 甚至希望這個儒道的選文 或者是儒道的理念當中 我可以更多的是教會你 可能怎麼做人 嗯 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先驅陳子昂 所提出來的理念哦 那再來 這一位是誰呢 其實你剛國中有遇過他 可是你在國中的時候 並沒有深刻的了解他 你只知道他是個怪人 是個奇險派的代表 沒錯 這個人就是韓裕 到了中唐時期啊 這個韓裕哦 欸不要小看哦 這裡有沒有看到老師給你打個星號 叫做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 我們都知道啊 在文學典故的第一 哦對不對 還有呢 欸這個之罪 都要給他記起來 那當然呢我們不能忘記了這個韓裕 我們都知道前面的炮灰 不不不不不不 是前面的先驅 陳子昂失敗了 那韓裕呢 韓裕有沒有成功呢 韓裕他到底提出了什麼 欸跟陳子昂不一樣的呢 首先他說 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關 不是三代兩漢的東西 我不要看 欸具體明確訴求明白很好 再來第二個 主張散文取代平文 就從現在開始 Right now 我們就是不弄平文了 我們就是不寫了 我們就是要怎麼樣散文 所以同學你知道了嗎 古文運動又叫做散文運動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好就是這個散文 散文就是古文 所以他只是換湯谷換藥 換個名稱 不要被他騙了 好 那韓裕呢 就講到了這幾點之後呢 他還直接了當的明白了 講出這件事情 排斥佛老 排斥佛老 然後呢 寫下了一篇文章叫建營佛谷表 那這個事情是有個淵源的 因為當時韓裕他的朝代在中堂嘛 那中堂有一個皇帝特別喜歡阿蜜豆腐 真的很喜歡拜拜 可是呢 拜拜這件事情不是說不好 但過度的迷信 過度的拜拜 就會導致國家 呃 往下走 原因啊是因為皇帝他就說明 今天啊鼓勵大家當和尚 但是和尚沒有辦法傳宗接代 青壯的人口會變少 再加上和尚呢 又不用 又不用納稅 但每個月還有薪水 欸你是不是突然想當和尚了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呢這件事情呢 韓裕早就遇見了 如果皇帝一直這樣鼓吹佛教下去喔 那這個國家肯定未來會出問題 所以他就以守到的速度 直接殺到了皇帝面前跟皇帝講 真的不要過度迷信 但是皇帝啊那一天呢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他要迎來了一個得到高僧的小指頭的骨頭 哦要幫他啊怎麼樣立了一間廟 哦再找呢更多的和尚來諷刺這一根小骨頭 那韓裕呢剛好性衝衝的過來啊 直接很生氣的噗啦啦啦啦 劈頭就開始評論皇帝的不是 我覺得這些都還好 畢竟人家皇帝是吃素學和的 所以呢個性上還是比較溫和一點 但是啊怪就怪在韓裕講了一句什麼話 各位徒兄你們知道嗎 他說啊歷來所有皇帝 都找死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就是學佛才找死啊 要早點去見佛祖 哎呦夭壽這真的是不行 所以啊皇帝啊就是因為了這件事情 韓裕寫的建營佛古表 再加上他講的這些有的沒有的皇帝大怒 原本是要將韓裕給賜死的 但是啊好但是啊還好還好 就是皇帝畢竟學佛的嘛就饒他一命 那這個韓裕呢他甚至啊其實他很致力於在這個古文運動上面 他甚至以復古為口號甚至還找來了一堆的學生 然後告訴他們要怎麼樣的來學習這個古文 好所以同學你知道為什麼不管你是念哪一所高中 你都會學到實說這一課嗎 那再來啊韓裕還有什麼值得我們知道的呢 欸他提出了一個論點就叫做文以再到 好有發現韓裕做的事情比陳子昂更多了呢 他就提出了一個論點叫做文以再到 記不記得老師剛剛在陳子昂的那一張圖裡面有講到文學 儒道還有教化呢 沒錯我們的韓裕也是這樣子喔 他也是文以再到 然後是什麼呢儒道 他是啊我們孟子的腦粉 所以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言論全部呢 都是呢跟循著孟子的言論來進行文章的書寫 所以呢他也確實做到了文以再到 那還記得嗎 可是喔他還是要等可憐啊 畢竟呢剛剛的劍營佛谷錶的事件呢 讓他咻雖然沒死 但是可是從呢這個朝廷扁到了一個朝宗 那朝宗啊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沼澤 好那沼澤就會有鱷魚 欸同學我跟你講喔 他還真的是不簡單耶 他連寫這個忌鱷魚文呢 都非常非常的秉持著文以再到的想法 再來呢這鱷魚文呢有一個小八卦啦 就跟各位同學分享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據說因為當時鱷魚侵犯老百姓啊真的是非常的嚴重 那韓裕呢就寫下了這個忌鱷魚文 然後呢公開的朗誌給鱷魚聽 pivoting 然後就放一把火把這個忌鱷魚文給燒掉 灑向鱷魚 隔天鱷魚通通搬家了 對你相信嗎 好啦小八卦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這忌鱷魚文的威力喔可不小 好 再来 等到苏氏并不是中堂 是后来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到他 这个苏氏他可谓称赞人的高手 业配的行家 每一个人他都要给他夸个两句 蹭一下热度 所以后来的苏氏 后来的苏氏 他可是称赞韩语为 文起八代之衰 道祭天下之逆 更可以看得出韩语在文学界的一个不凡的表现 那再来 这一位呢 则是谁 柳宗元 其实韩语跟柳宗元是好朋友 但是呢 柳宗元有点可怜 为什么老是要用韩柳CP 其实他们都很赞成这个古文运动的 可是啊 分隔两地 谈起了远距离恋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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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好 没有要谈远距离恋爱 是指他们的理念呢 就不小心分散出去了 因为都没有在同一个地方 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及时处理 所以啊 再加上柳宗元还有一个特点 柳宗元其实没有那么排斥佛老 韩语是极度排斥哦 柳宗元 呃 还好 还好 因为他呢 有一个啊 在高中的课文当中 大家之后也会学到 叫做使得西山艳游记 那在使得艳游记当中 里面有一句 心灵形式与万化名和 就有一点佛老的意味 有点老装思想的感觉 所以啊 其实他没有那么的排斥佛老 嗯 所以这一点呢 是他跟韩语最不一样的地方 那再来 他呢 也有喊出口号哦 从这之后 你就会知道 每一个古人都很喜欢喊一个slogan 来增加他的理念啦 那柳宗元呢 则是讲的叫文以明道 那你就会问老师 老师 那韩语的文以载道 跟柳宗元的文以明道 两个有什么差别 诶 同学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哦 告诉你一个很直接的答案 没有差别 只是因为别人用过的字 我不能再用一次啦 所以呢 柳宗元才把它改成文以明道 原因就是这样 那么呢 再来啊 则是哦 韩语呢 其实也蛮欣赏他这个好朋友 虽然两人因为扁官而相隔两地 韩语呢 则是称柳宗元 雄身雅贱四司马子长 诶 可不可以同学注意一下哦 司马子长是谁 他就是我们的史家司马迁 哇 这个评价真的是还蛮高的 就跟他讲说他的气质不凡 就如同司马迁一般 那老师这里哦 还是把司马子长的名字写上去 因为现在同学很容易遇到一个状况 苏氏跟苏东坡啊不知道是同一个人 好 司马子长跟司马迁 不知道是同一个人 所以老师才要把他都给他放上去 所以这边也提醒你一下哦 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啊 韩语这么努力 柳宗元这么认真 那我们的古文运动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诶 各位同学 你觉得呢 嗯 很可惜 古文运动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但是是有很多原因啦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 平文流行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然后韩语后来也过世了 他的人缘太差 所以后来也没有人继续帮他做这件事情 柳宗元呢 又远在贬观的他乡疗愈自我 再加上啊 其实唐代呢 不知道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 你国中课本里面有学到的 唐代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动乱呢 导致整个唐朝由盛转衰名存死亡 没错 这个动乱呢就是安始之乱 所以这也就是古文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的原因啦 诶 刚刚的问题大家答的怎么样呢 其实应该觉得这个问题是送分题吧 其实就是考验你刚刚有没有认真听老师讲哦 如果有认真听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啦